同时带你来聚焦了 距离台湾越来越近的飞特台风 其实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也让近海的风浪变大 目前最新的状况 我们请位在南方澳的记者陆仪 来告诉我们当地状况 陆仪请说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南方澳苏澳区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原本这里呢 照理来说都是他们一个 出海捕鱼的出海狗腰出去的地方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就是台风 飞特莱西 所以他们现在船都是停泊在这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绳子 都是拉在这个岸边 都是紧紧相扣的 因为呢 就是怕船可能如果风雨过大的时候 就会被吹出去 而且呢 他们把这个船是两艘三艘的并在一起 也就是大家扣拢在一起呢 就会比较不容易被吹散 那我们看到这边 大概停了有二三十组的船 也就是大概有八九十艘 全部都是停靠在这边 但是呢 他们就是因为怕这个风雨会越来越大 所以不能够出海捕鱼 我们来听听看现场的这个船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怎么说的 趁着台风又不出海 对 所以现在看目前这个情况 通常这边都会有做什么样的防备吗 都会防好啊 船都尽量靠在一起 比较不会碰撞 还会有些怎么样吗 就像船只本身会盖住 或是在座 就是有些可能风浪比较大 那个灯都会拔下来 或是用东西包起来 好的 那其实他们表示 其实这两三天都是没有出海捕鱼 本来呢 现在是一个捕青鱼最好的时间 但是呢 因为这个飞特呢 它虽然离台湾还是有段距离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苏澳这里 风雨雨室也是一阵一阵忽强忽弱的 所以他们在这边呢 都是不敢出海的 而且他们还把像这个灯啊 有的船是已经把它照起来了 就是怕说 到时候不小心 被一下吹破了 怎么办 那但是你看到一些在这边的 这个渔工呢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出海去工作 但是船长还是得要照样支付 这个薪水税船长也是很无奈的说 哎呀我这样子这个 又没办法出海赚钱 然后还要有不断 蛮大的开销哦 所以也是希望这个台风 真的是不要再靠近台湾了 那也是让这边呢 渔民能够更安全 那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将镜头还演棚内 好非常感谢陆怡 传回来自南方澳的最新消息 更多焦点锁定中天新闻频道 马上回来